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今天就法国总统欧盟轮值主席萨科奇昨天在波兰同萌达赖单独会面一事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刘建超说,萨科奇总统不顾广大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中国政府的一再严正交涉 执意以法国总统和欧盟轮值主席的双重身份会见达赖这一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 法方的错误行动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 近期以来,中方多次向法方小以利害,要求法方能以中法中欧关系大局为重,妥善处理涉藏问题 为中法中欧关系正常发展创造必要的气氛和条件 遗憾的是,法国领导人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一意孤行 对中法双边关系造成严重损害,出现这一局面是中方不愿看到的 相信也是广大致力于中法中欧友好事业的各界人士所不愿看到的 法方应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刘建超重申,中方一段重视中法关系 中方敦促法方切实重视中方立场和关切 采取正确态度,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 法关系能够继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刘建超重申,中方一段重视中法